与其竟和英景睡到了一起 看到一男一女醉倒在房间 基友竟将两人抱到了同一张床上 原来就在刚刚 与其很想知道学长喝醉后会是什么样子 于是他向基友打听到办法后 晚上带着食材来到男主家里 原来基友告诉与其 男主因为担心不方便回家 在外面基本不怎么喝点 反过来说在家里喝的话 他就会放松警惕 然后只要将下酒菜故意做得咸一点 男主就会下意识地多喝 最后再利用电影转移他的注意力 让男主无法注意到自己喝了多少 就可以将其灌醉 果不其然 按照基友的办法男主真就喝多了 看到学长喝趴了的模样 与其不禁露出了邪恶的笑容 只见他对着男主的脸就是一顿乱戳 随后更是让学长 把平时不好意思说的话都说了出来 听到这话 与其震惊了 为了忘掉这件事情 他开始狂喝 等到基友进来时 两人都已不省人事 于是他将男主和与其抱到同一张床后就离开 而等到第二天早上 两人同时睁开了双眼 一旦三人同时睁开了 二人都在干净呢 二人都仁都在干净 na 四人都将同时到自由 何为了同时筆遥呢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